大家好,欢迎来到《燃动起行》小堂大作 我们一系列的课程是想支援小堂会的敬拜侍奉者 我们一路讲敬拜侍奉者,很多时候都可能会讲台上带领敬拜 无论是唱歌的或者是弹乐器的 不过在这个系列里面,特别我以下所分享的经验就有少少不同 第一,我们讲到后台人员,教会也要有后台 后台人员其实都是敬拜侍奉者的一员 而他们所兼负的责任是很大的 不过在小堂里面我们明白教会的budget有限 有时那个音响已经用了很多年 很多年了,就是怎样可以更新改善呢 特别最近这大半年我们有疫情 所以其实有些课会已经开始去少少少少买了器材了 其实改善了影像之后呢 其实我们需要改善音响,特别是声音那里 今天就很想去介绍这个 course就是 有限预算下的器材大翻身 其实不是一个概念那么简单 因为是我实际上是一间教会所经历一个经验上面的镜头分享 这间教会是一间小的教会 我们用了三万元以来 去升级了我们的音响器材 几乎是全部器材都换了 那我们就刚刚在疫情之前 我们就换了这套器材 正正在疫情里面 我们就非常用得着了 一会和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在这个器材里面 我们主要是想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台的 叫做入门级的 我们叫做数码的运音器 Digital Mixer 这个器材其实就真的试试方方 你看到和我的电脑 其实都过大小差不多 你看到它有传统mixer的一些输入的位置 但是它是没有按键的 但是它就升级够便宜了 待会我会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Mixer的宣传片 因为它因为没有按键 它是先便宜的 有好处的 它可以比较省位 但是没有按键 它是透过遥控去做的 但是这些我们叫做Digital Mixer 我们叫做多合一 什么叫多合一呢 它不单是一个Mixer 它亦是一个interface 那么它interface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现在我们做直播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要是用我们原有的Mixer 这个Mixer 就会搏我们的抗音器 或者搏一些乐器 然后我们就要经过 买多一个interface 再进去我们现在的电脑里面 可能透过OBS做直播 或者用手机等等 其实呢 不单只会带来不便利 其实也有一些限制 这个限制有两方面 一方面可能在调教上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出现一些问题 第二就是 其实长远来说 有一台的Digital Mixer 可以帮助你们 在混音上做得好一些 而且可以帮助敬拜队的录音 我们叫做一个Multitrack recording 因为你本身就算用Mixer 加一个interface 都可以录到一条声轨 进去你的电脑里 又或者是透过直播写出去 但是在那个调节上 叫做多合一 其实是有好处的 不如我们先用一点时间 看一看我之前帮Mixer 有一个广东话的介绍片 先看一看 开头两分钟的介绍片段 再看愉悉 wounded 好,大家好,之前我上音響課程,我就留意到這個系列的機器 我自己就覺得很適合小教會去使用一個入門級的Digital Mixer 那我就幫教會更新音響設備的時候,額外自己都訂了一部 覺得在家用都很合適的 由外國直接訂,價錢其實跟在香港買的傳統Analog Mixer差不多,甚至更便宜 起初我會因為它沒有實體控制,覺得有強步和不習慣 不過相信這也是它能夠買得便宜的原因,其實省位都不錯,而且部機可以遙控 我之前在一些大型的場合試用過,接駁和控制都很穩定和暢順 所以就決定拍一段詳細的教學片,分享這一次教會更新器材的經驗 同時可以做教會音響培訓的教材 第一部份我會分享一些基本的控制和一個簡單有系統的設計 讓音響人員能夠得心應手 好了,看完片段之後,我們就移私來到我的一個設計圖 其實這就是我幫一間小型教會做音響設計的架構 其實這間教會的尺寸很小,其實它的音響系統已經用了20年 正好可以有一個預算,其實只有3萬元可以更換 因為現在的器材雖然很便宜 你可以買一些很便宜的器材,但教會用也不太便宜 不過這間教會有什麼特別呢?就是它可以免費拉線 因為拉線可能牽涉到一些專人才做得到 而它本身教會也有一套音響器材在裡面 那麼我們就用回它的拉線結構 就重新鋪設了一些器材 而最重要的是,它能夠有一班大兄姊妹 跟我一起去學習這個設計和測試 變成整個過程,其實我們是把3萬元的預算 全部都放在器材上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因為人力 大家的彼此配搭,我們對這個音響器材 其實是更加熟悉 更加滿足到我們自己個別的需要 以及更加可以因應我們的情況去調節 不如我先說一說 我們先換了那個叫Amplifier系統 我們其實是同一間音響公司 也是我之前在建築神學院 上升光影課程的老師買的 我這個老師其實是有心去服侍小型教會 我推介了一個牌子叫LD系列 結果它本身也有六個位置放喇叭 我們就用了掛天花的這隻很漂亮的喇叭 然後再加了兩隻Servofer 這兩隻Servofer 我們在過程中又覺得 因為有了Servofer的緣故 我們又希望台上不會有太多的聲響 我們就研究過程中 這個Servofer正正可以幫助鼓手和Base手 讓我們聽到低音的位置 所以在台上基本上我們沒有太多的視頻 兩個吉他手會有自己的視頻 另外我們會有一隻Four Monitor 主要是給樂手聽的 我們在這個設計中 我們現在是有四支麥克風 我們在預算中 我們也預算了一些錢買麥克風 我就鼓勵他們買 我們標配的麥克風就是Servofer的Servofer 剛才在上篇中也分享了 我們後來看到預算也有鬆動 我們後來再加多兩支無線麥克風 變成在整個音響系統裡是很完備的 它本身也有樂器可以夾到Band 那麼這個Mixer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我們教會的樂器房 就是叫做音響房 其實是很小的 你看到其實真的是一個台側的位置 由於之前我們用實體的Analog Mixer的控制 它在錄音房裡其實很難聽到外面的聲音 那麼很多時候那些音控人員 就是要在外面聽到 然後靠鼓在裡面去控制Mixer 那麼當然也因為錄音箱比較小 即是那個Mixer比較大件 就放了一個不太方便的位置 我們同時要有另一個人員去控制PowerPoint 那麼現在我們把這個系統換了 特別是一個這麼方便的Digital Mixer 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它基本上是透過USB去駁電腦 這個電腦如果是用來做直播的時候 其實整個Mixer的輸出的乾淨聲音 已經可以直接去直播YouTube或者Facebook 因為以往我們如果要用傳統Mixer 沒有這個的維持 我們可以用一條3.5mm的線 再經過Interface 其實已經過了一重 可能中間會有很多Noise 那樣東西 那麼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 剛才我們所說的 因為這個Mixer是可以遙控的 既然我們遙控的話 我們就省了錢 其實我們也沒有另外買iPad 因為iPad 我們相信在教育裡面 通常都會有一些大型師傅 它會有一些時悲的iPad 那麼我們所需要的Model 又不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在現在的設計裡面 電腦可以第一重去控制這個Mixer 而那個iPad也可以讓音控人員 是可以remote拿到外面 有些時候樂手也可能有需要 去調節這個音控的 特別是歌手 可能他可以透過這個 可以周圍拿到的iPad 可以好好地去調節他的聲音 那麼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不單止 是更新了這個音控系統 我們還更新了這班勁敗隊 因為在我的設計過程裡面 以及做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同時在訓練勁敗隊 訓練他們是什麼? 其實是敬敗隊的一體性 前台後台的互相配搭 以及基本上怎樣用咪 怎樣用聲音 怎樣控制 透過一個這麼簡單的方法 其實他們可以去學習 長遠來說 其實是不單提升了前台後台的配搭 其實在過程裡面 我都發掘了一些新的人員 是做一些可能做影音的 所以在過了九個月之後 這個系統已經投入服務了 我們都開始了一些直播 同時間我們其實都開始了一些 對於一體化的錄影 為什麼我會推薦大家 用一個一體化呢? 因為如果你想在教會 做一部一體化錄影 而你不是用一體化 你另外再加一件東西 那就有點麻煩 因為你每次 就把原本已經插好的東西 又重新拔角才做到錄影 現在我們做了這個更換之後 我們不單做到Multi-Chair Recording 而且在直播的過程裡面 我們還可以做到另一條 跟現場不同的 我們叫做Live Mixer Live Mixer 這個Live Mixer 其實是可以幫到 即是出來直播的聲音 運得更加好 那麼我們在過程裡面 我們就訓練一下不同的人員 去擔任 其實看到 多了很多侍奉人員 而且他們很開心 好了 那麼 這個課程的單元 我想是有點特別的 經過剛才的少許分享 我想你會拿到少許懷念 但是其實 這個課程我最想 就是能夠去到教會去舉辦 所以 這個課程是特別 很想邀請 如果你今天看了這個直播 你很想去介紹這個課程給教會 我很樂意 和教會是透過四次的時間 那麼最好當然 你是能夠去到 有個預算 已經是更換 我們可以一起的接駁 我們可以一起的試位 透過我的經驗 特別是在小教會裡面 怎樣可以拿到一個 比較好的聲音 那麼我想 不同的教會 有不同地方的限制 或者 財政的限制 那麼 我會和我的老師 這樣的合作 因為他都和我分享過一個 的情況就是 其實 教會雖然 有財政的限制 其實 多有多做 少有少做 那麼我想 教會有時候 不只是拿一個 其實你拿了一些器材 你不懂得用的話 其實也很麻煩 那麼我樂意 去到教會當中 和大家一起 用一個 coaching的方法 和大家一起 建立你的音響系統 其實同樣 都是建立敬拜隊的 如果大家 拿到的概念 可以回去 和教會的 然後 和我約一個時間 我也希望 透過四至六堂的時間 很足夠 讓我們的器材 又大翻身 可以談一個 在預算中 可以做的改動 而且 可以一起 實踐其中的壓力